当然我是Paul 周遇到周永远一起读 费德勒退休了 如果你真的不认识他是谁 我觉得很有可能 很没可能 但是还是看一下 就这个帅哥 也没说多老 其实他比我年轻 他好像41岁 所以的确比我年轻 然后从网球界要退休了 因为他就大概老的打不下去了 那很遗憾 怎么现在又低震起来了 我今天录影低震了两次 好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说了 Roger Federer 费德勒 我不知道他的英文翻译 那个勒是哪里来的 因为没有L的音在里面 还是应该把它翻成费德勒 好像比较好 可是来不及了 他都已经这么久了 所以费德勒 Roger Federer announces retirement 他宣布退休 而且他是赢过了20次的 Grand Slam 一般来说Grand Slam这个字 在棒球里面讲的是 满累全累大 就棒下去4分了 但是在网球界的话 就是赢得大赛冠军 总共4个 奥王 英国 叫做英国 不叫 温布敦 我们不叫他英国公开赛 不过意思是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温布敦 奥王 法王 跟美王 这样子 US Open French Open 这几个字 他赢过20次的Grand Slam All right 最后一次 他会打一下这边 叫做Liver Cup 还是叫Liver Cup 不管他 来我们这边就说一下 看里面能够学到点什么东西吧 第一段说了 第一段其实讲完 大概就可以把他的整个文章就encapsulate掉了 所以后面这两个名字 我都念得有点心机难跳的 因为不是说很好念的英文字 Rafio 这个拉菲尔 就是Rafio 是不是精准的念法 我自己都不确定 我有个学生是这个名字 然后他因为有学西班牙文 他教我的 因为我以前还真的不会念这个Rafio 到底念成Rafael 还是Rafio 还是Rafio 那他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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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Rafio OK I trust you Rafio Nadel 我们通常用信来称呼他 Nadel 后面也是Novak 这个字算是蛮常见的一个名字 那他的信是Jakovich 这样子 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他只提到这两个人 以及Fedder 没有提到另外两个 算是跟他们同期一起竞争的 就美国名将叫做Andy Roddick 后来有被卢彦勋打败过 我永远忘不了那次的卢彦勋打败他 然后还有那个Andy Murray 就英国希望 那这两个名字没有出现 那就算了 可能是因为Nadel跟Jakovich都还在打 所以他们两个还不退休 我超屌的 的确比Fedder小几岁就是了 好 所以这边我们再看下去 看能够学到点什么 好 这边有一个capacity这个字 我们把这段读一下好了 所以这边是有quote 他在这个影片中讲的这个话 这样子 So as many of you know 就如很多 你们当中很多人所知 As you know As many of you know The past three years have presented me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injuries and surgeries 所以在过去三年 就这三年呈现给我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他用了一个是主动的动词 所以这算是个你人的用法 因为时间不会呈现什么给你 可是我们常在英文中这样子用 OK 我举个例子 这个事实上可以用在托弗亚斯的写作里面 例如说 过去三年见证了COVID-19 怎么样去改变人类的社会 So我们就可以说 The past three years 过去三年 动词是什么 见证到了 所以你就可以说 have witnessed 或者是have seen how COVID 所以COVID怎么样去 后面就不写了算了 所以这边的动词结构就是 过去的三年见证到了 后面这个首次 所以这个写法 新闻报道中很常见的用法 所以我也建议同学 你或许可以试着用看 所以这里说了 The past three years have presented me 呈现给我了 什么东西 with what with挑战 那这些挑战是用什么形式来去产生的 so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这个评语真的很常见 在很多的文章都看得到 所以用什么的形式来做什么东西 in the form of something so presented me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injuries and surgeries 所以受伤以及手术这样子 那我三年动了很多手术 那一定是不行的嘛 so I've worked hard to return to full competitive form 所以他努力来回到他这个 完整的竞争的这个状态形态 所以刚刚出现form这个字 这里又出现了一次 so I've worked hard to return to full competitive form but I also know my body's capacities and limits 但他也知道他身体的capacity跟limits 所以一般来说capacity这个字的翻译 是容量 你可能会想说 什么叫他身体的容量 我们还是可以把capacity跟capability 做有点点重叠的 有点overlap 我大概可以说 或者我们不要说overlap 把它说容量还是可以的 我们想象一下好了 你看你在打球的时候 你身体是不是会累积疲劳 那年轻的人可能他疲劳的容量就比较多 那老一点人就容易累 所以你对疲劳的capacity就比较少 这样解释好像也说得过去 你可以接受吧 希望可以啦 所以他的身体的capacity就不太够了 这样子 好所以OK 我们多补一个概念 如果你去一个夜店 然后门口的那个bouncer bouncer就是安管人员 他跟你说 对不起 现在不能进去 为什么 我们客门了 那我们客门怎么说 难道是说we're full吗 不对 我们不会这样子说we're full OK 会怎么讲 so we are at capacity 我这样子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expression OK so the nightclub is at capacity 也就是说我们是满的状态 OK at capacity 好 这样懂了 alright 好 I've played more than 1500 matches over 24 years 所以四十一岁 他在24年的时间中 已经打过了1500场的比赛 I've played more than 超过 more than 1500 matches over 24 years tennis has treated me more generously more generously than I ever would have dreamt and now I must recognize when it is time to end my competitive career 好 他说得非常 eloquent 必须说 所以tennis已经给了他 tennis对待他 是比他所能够梦想的 还更慷慨很多 所以他可能以为 他在36岁37岁 就已经想象要退休了 可是殊不知 网球对他还是很慷慨的 让他一路达到41岁 所以tennis has treated me more generously than I ever would have dreamed 所以dream这个字 过去分词 dreamt 很少看到 我必须说 但是他的 他的构具状态 必须这样子用 所以他在过去 曾经可能想过 可以达到几岁 但是tennis 对他还更慷慨 所以后面用的 才是用过去完成式 因为这是一种假设语器 than I ever would have dreamed 大家听懂 我假设语器 事实上常遇得到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他 都填下来一下 下来去 鉴赏他一下 所以这边也不例外 这样子OK了 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来 我稍微要做一下 笔记 than I ever would have dreamed alright 那现在对他来说 就是有点点 又甜蜜又痛苦的一种体验 可以这么说 所以下面有个字叫做 bittersweet yes so this is a bittersweet decision 所以这个字真的是可以拿来用的 bittersweet 所以又痛苦 又甜又苦 bittersweet bittersweet so because I'll miss everything the tour has given me 所以他会想想想念 每一个这种循环的 循环大比赛的 所得到的这个东西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in case你不知道啦 就他的这个 这个生涯中 他累积20升 事实上 我在早期 so at an earlier time probably10 years ago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Federer would go down as the gold ok in the history of tennis 所以在10年前左右 一般人的 大家的consensus 是认为 Federer是 有史以来最强的 ok 有史以来最强的 不过 现在这个 2022年的 这个moment 可能就不见得是了 因为 他 因为两个人 已经超过他了 就是刚刚讲的 Nadel跟Jakovich 因为刚说了 这个Federer 他的 累积的Grand Slam 是20个title 但是Nadel已经22个 Jakovich已经21个 都超过他的 所以这里看一下 Federer's 20 Grand Slam titles ranked third all time 所以他排名第三名 among men's players behind only 两个 behind only contemporary 就是同期的 contemporary Nadel andJakovich 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可能Jakovich 会是 史上第一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 不见得对 OK 那 在当年真的会觉得 Federer是 而且他又风度翩翩 你知道吗 So he's such a great looking guy very handsome 那拿掉就会让人觉得 比较 比较 Rustic 比较粗糙一点点 比较粗狂一点点 Nothing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gain OK 然后Jakovich是不帅 我这样讲可能会冒犯人 Jakovich比较没有那种 帅气的发型 有没有这样子 然后他就看起来像是个 满路人的一个人 然后常常是用平头 So he has a buzz cut So I don't know 总之就以形象来说 就能够比较优雅的 就是feather这样子 How cool OK So he probably in history as什么东西 我们常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去描述这个东西 好 Anyway 然后继续看下去还有什么可以看 Yes on and off the court Yes 这个词蛮好的 所以 这边说的就是他在场上跟场下 都是像我刚刚说 风度翩翩 然后场上也是非常的很厉害 所以把这段念一下 So Roger Federer is a champion's champion 这样这个词也蛮有趣的 Champion's champion Champion是你知道就王者冠军 冠军中的冠军 可以 The king of kings Champion's champion 这样子 So he has the most complete game of his generation 所以他是在他的这个时代中 他有最完整的的一个技 你讲的skillset也是可以 我这么一个词叫skillset He has the most complete skill set OK 好 所以他正手拍反手拍 或者是这种 在后面这个volley啊 或者是他都很型这样子 所以他有the most complete game 所以game这个字 常来去描述一些其他的东西 So he's got game 这样子 Capture the hearts of sports fans around the world with an amazing quickness on the court and powerful tennis mind 所以这边有on the court 没有off the court What the hell 我要找on and off the court Yes OK 所以living so many amazing moments on and off the court 所以这边有个片语 on and off the court 就在场上跟场下这样子 都非常的 像我们说 the most complete game 是OK啦 像我们讲说拿掉的话 就是比较暴力一点 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我这样说会不会 again又冒犯了 tennis the fans 但总之拿掉就比较强力一点 可能在抽球 或者什么这些的 比较powerful一点点 但这个Fedder就比较 比较阴柔一些 他的两人的game 大概不同在这里 那我为什么会觉得 Jakovich会是 the we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goal as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因为我觉得他对于 这个injury的management 感觉比较好 这样子 然后他因为有在做瑜伽之类 他的flexibility 也是三个里面最好的 He has the best in terms of his flexibility he's the top among all three of them 所以我才会觉得 这个Jakovich 他比较有机会 可以再继续打破 push the envelope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OK 所以把这个envelope 这个字虽然说是信封的意思 可是我们常有一个词 叫做push the envelope 就是把一个东西的疆界 继续往外扩展 push the envelope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边到出现 终于出现了Andy Murray的名字了 所以他们要一起在打 最后刚刚讲的那个Levered Cup 那好像是一个团体赛的概念 就是了 so pretty cool 好 我们希望他这个退休生活 能够过得多才多姿 相信这个人 还是会在版面上 媒体上偶尔出现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 这么帅的一个存在 好 好 这一集就讲完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